台湾人的智慧、勤奋及不屈不挠的精神 都是台湾转实力的展现 我们将带您走访那些默默耕耘 为台湾这块土地努力付出的各个人物故事 欢迎收看今天的 台湾最好的产品为什么都一定要外销呢 像日本他们把最好的商品都留在国内食用 所以我一定要把台湾最道地的食材留给台湾人食用 张千奇,蛋糕界的小明星 年纪轻轻的他居然逆向操作 辅助流行的欧日蛋糕 反而用本土的藕阿韩吉 做出网友都忍不住要剖开的美味糕点 到底这个年轻蛋糕男孩背后 有什么曲折离奇的奋斗故事呢 哈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来到台北南港这里呢 要去吃超好吃的本土蛋糕哦 听说它的食材全部都是用台湾本土的食材做的 到底是有多好吃呢 跟我一起吃吃看吧 哇,这每一个蛋糕看起来都好好吃哦 那是当然的啊 对 张大哥 张大哥 我发现你们的蛋糕名字很好玩耶 什么叫做火花滋滋酱和骨骼骨骼骨骼啊 其实火花滋滋酱啊 不明是因为你看它 光它名字就是有火腿、花生、肥奶骨 所以叫火花滋滋酱 可是后面为什么要叫滋滋酱呢 就是因为每个人吃到这个粿子 超好吃的 吃到火花滋滋酱 那普洁其实就更简单啦 因为台湾人在听到普洁的时候 会以为说普洁就是趴地上了 对 所以我们就认为这粿蛋糕非常好吃 会爬在地上 哦,好吃到你知道 站不回头 哇,也太好吃了吧 竟然都这样讲了 是不是该拿出来好好地请我吃一下 好,那当然OK,有什么问题 连蛋糕名字都取得这么有创意 果然是有创意的年轻男孩 藉由结合时尚用语和本土食材 张千奇的美味蛋糕 吸引了广大网友支持 人气可说是超级红不让 到底滋味有没有那么赞 快让李懿吃吃看吧 好,这是我们的火花滋酱 跟普洁起司 你先尝一下火花滋酱 好,看剖面就可以看到了 它就是火腿和起司 对,上面的话就是花生酱 跟美乃滋 花生酱和美乃滋 这上面就是花生粉吗 对啊 做一个结合啊 对,而且它口味很特别 它是算咸的 而且甜度不会很高 所以吃起来整个刚好 咸甜的口感刚好很match 好 对啊 它口感蛮特殊的 对啊 因为一吃进去 你会不会吃到咸咸的味道 对 可是后来它慢慢甜甜的味道会浮出 最后两个是混在一起的 对,没错 它越吃越好吃 对 传统的咸味蛋糕 结合了美味的火腿与起司 吃起来咸香可口 而美味浓郁的铺铛起司 更是让李懿吃到都想铺铛啦 张大哥的蛋糕真的好吃到 让我整个都铺铛了 不过你能想象吗 张大哥啊 做出这么好吃蛋糕之前啊 做的行业跟蛋糕 可是完全都没有关系哦 其实我在高中三年的时候 是在连锁烘焙业打过工 可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我自己会成为一个蛋糕师傅 原来 张千奇过去除了在蛋糕店 打工过一阵子 稍微学习过烘焙之外 没有任何相关的经验 对行交感兴趣的他 一开始从事的 其实是业务职位 曾经在成一业与瓷砖公司 工作十几年 累积了非常久的业务经理 但是随着年资的增长 张大哥渐渐觉得 待在公司体制中 已没有发展的可能 因此想要投入完全不一样的产业 再加上自己喜欢吃蛋糕 这时候一间小小传统的蛋糕店 吸引了他的目光 为了吃免费的面包跟蛋糕 所以我决定要去应征一家烘焙店 所以没想到刚好在我家附近的时候 有一家烘焙店在应征送货司机 因而我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就去应征送货司机 那跟老板面试的之前呢 我也就是为了要让自己做得体面一点 所以赚了很正式进去跟老板应征 后来我就跟老板讨论之后 老板觉得说 我穿着这么正式像业务员 然后来应征送货司机很奇怪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老板 我的底子其实是不单单是只有业务员 我还有很厉害的行销的功夫 所以因为这样的话 如果你如果让我进去的话 我其实除了送货司机之外 我还可以帮你做其他的业务跟行销 所以老板就很半心半眼 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而且他从来没有应征过业务 他就很怀疑 没想到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进去之后 没想到他的板子就变大了 那段时间 张大哥立刻捧红了 摇摇欲坠的传统蛋糕店 但老板并没有因此而感谢他 这段经历让张大哥不禁心想 为什么我不开一间 专属于自己的蛋糕店呢 于是便伙同朋友 几个大男孩 就这么开启了自己的烘焙之梦 在我成为真正蛋糕师傅之前 其实我压根都没有想过 我要成为一个蛋糕师傅 是因为后来跟金莹的理念不合的情况下 然后也问过同朋友的一些意见 他是认为说 其实我做任何产业 都可以把别人的工作 甚至他的那个部分的板子都能把它做这么大 何尝不自已不出来试试看呢 当初其实想法非常单纯 只是想说自身朋友一个梦想 在自身当中呢也想过说 如果能够在人生当中 创一番事业好像也蛮不错的 但是经过一段的时间的磨合之后 也发现一些问题 第一方面是大家在彼此公司当中 产生了一些默契上面的一些问题 再来就是生意 因为也是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产生说 不晓得该 这家店是不是该继续下去 那也是秉持着想说 坚持到底的一份心 所以我们才能走到现在 于是自信满满的张大哥 便成立了一间蛋糕店 主要通路是网路拍卖为主 积极的推销自己的产品 谁知道挫折接二连三的来 其实我们以前有请一位老师傅来帮我们做商品 可是然后也要透过我的行销 跟业务能力去拓展 然后没想到呢 其实消费者真的是非常现实 你的东西做得再怎么精美 然后不好吃的话 消费者还是不会买账的 到底为什么张千奇的商品不吸引人呢 在他的研究之下 发现为了走本土路线 因此包装盒都相当朴素 导致消费者光看到外观 便提不起兴趣 我们本来就是一直在主打台湾本土的商品 所以本土的商品呢就比较local一点 所以我们在设计包装上呢 也选择的比较是比较简单 朴素 然后也比较本土的样子 可是没想到 真的商品不够精致 真的没人想看 连开一眼的机会都不会有 除了包装不吸引人之外 主要还是因为老师傅所制作的蛋糕 口味已经跟不上现代人的喜好了 我们后来都给老师傅一些建议 但是他都不改 所以在不改的情况下 我们唯一方式就是 拿他的商品去比赛 可是事实上 他的商品每次去比赛的时候都石成袋 其实我们在这个老师傅之前 我们在规划一些行销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会做一些简单的评议 让消费者吃过之后 能给我们一些意见 但是往往看到这些意见的时候 其实都负面评价是很多的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老师傅 但是他又有他自己的坚持 所以我们在这些评议的时候 我们只能挑出几个 比较客观的那些评议给他看 如果太强烈的话 我怕给师傅看了 他会失去他的信心 由于生意不好 张大哥的蛋糕工厂面临困境 资金周转不拎 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没有收入的 所谓乌肉偏逢连夜雨 张大哥的老婆也看不下去了 要他转行 否则就要跟他离婚 因为经营状况不佳 让张清奇必须在梦想与妻子之间 做出抉择 到底他是如何面对这项重大抉择 成功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呢 精彩内容 马上与您见面 那段时间你们蛋糕店好像经营得非常不善 当然啊 因为我们才刚起步而已 那个资金都花了很多了 而且我们刚起步的时候 其实很多消费者对于我们的东西 其实都很有信心 只要吃过了都觉得说 我们蛋糕是真的非常好吃 可是谁料到三个月之后 我们就遇到再次最大的灾难 就是三具亲爱的问题 我没想到三具亲爱一来之后 我们营业额从每个月大概二三十万 掉到只剩不到十几万了 对啊 所以很惨 所以那时候大概一个月平均的收入 其实就是满少 不到五万 不到五万 对 因为一间公司如果不到五万的营业额 他根本就混不下去 而且还有那么多人要一样 所以也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好像老婆有跟你脑得不是很愉快 当然 而且那段时间内其实是我最痛苦的人生的抉择 那时候他就是跟我讲说 其实我们现在这家店 反正刚好遇到这次的灾难 反正也不好啊 那要不要考虑收掉 可是这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成立的自己的梦想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就把它舍弃掉 后来我老婆听到我这么坚持的时候 她就觉得说好啊 她现在也怀孕了 然后未来的话 你现在又没有薪水可以贴补家用 那接下来要怎么生活 所以她后来就聊了一句话说 我觉得 她自己一个人过的生活 可能会比现在更好 就是老婆要跟你 谈到离婚这个区块 而且那时候好像父母也因为这次的事件 都没有很支持 从支持转为不支持 对啊 那时候刚成立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是 就是充满了希望 可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变成全部都变成绝望 每个人都要告诉你 就好是跟她亲自下去 因为你再下去其实也一样不好 可是我觉得 人生难得有几次可以这么的坚持 我觉得应该要坚持下去 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 张千奇明白 妻子并非不爱自己 而是希望她能找出脱离困境的方式 在与妻子讨论之后 妻子终于点头同意 让她继续开店 但就在这时 老师傅竟向她提出辞呈 后来就是因为公司经营 一直都状况不是很好 然后所以薪资的部分呢 也都一直没有调长 所以导致师傅就决定 想要离开我们这个团队 后来她要离开的前一个月 我本来是要下定决心 就花一个月的时间 好好地跟她学 就没想到我前面的业务 跟行销部分还是太忙 所以没有办法抽空时间来学 最后的时候 她甚至最后两天要离开的时候 我就会用那两天的时间 好好地跟她从头学到尾 只花两天就出师 对一般人来说实在是不太可能 张大哥于是成为了自家店的 老板兼师傅 运用以前在蛋糕店打工的经验 把老配方改变 调整成现代人的口味 做出专属于自己的蛋糕 这个想法一定是会有 但是既然头都洗了就洗下去吧 失败也只有这一次 那成功或许也只有这一次 那我们就坚持下去了 谁知道 在张千奇与合伙人苏贝毅 这两个半路出师的年轻人 共同研发之下 不可思议的事竟然发生了 就是这只知性育卷 它票选为台湾最棒的伴手里 然后也是人气最高的伴手里 一个非本行出身 长达十几年都跑业务的大男孩 居然靠自学与天分 研发出超美味的蛋糕 成为蛋糕界的小明星 接下来就让李懿深入厨房 一起制作他最热卖的本土蛋糕吧 哇 张达哥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 我现在就在抹平抹蛋糕啊 你还要进考试啊 抹平是不是 对 你想要玩吗 什么玩 我是来帮忙 我跟你讲 对 要来帮忙 OK 没问题 马上给你工具 好 就这样子把它整个铺平 对 这个长方形的 没错 你要先注意的话 抹蛋糕的时候注意 四个角一定要先把它抹平 四个角要先抹平 先把它推到四个角落 好 哎呦 它其实不好控制耶 可别小看把蛋糕抹平 看起来似乎很容易 做起来可是相当费功夫呢 看看李懿抹得凹凹凸凸 快让张千奇来拯救他一下吧 张达哥我是不是抹得还蛮好的其实 嗯 这样看起来很好 其实事实上这蛋糕烤出来的时候 其实不能吃也不能看 不行吗 我觉得这一面还蛮平的啊 可是没有人会只吃这一面啊 它是吃整面嘛 好 好 好 那不然你不给我看 OK 像这个角落啊 因为你四个角落 其实都没有饱满 所以到时候空气都会在这边 所以要稍微推一下 哦 要推的 对 所以角落是要慢慢推进去的 稍微敲一下就把它推进去 敲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手先吃 所以它这样要抹平的时候 其实这个要豪迈一点 就是大翻一点 唯有相当的功夫与劲道 才能将蛋糕糊抹得平整美观 看看人家张千奇豪迈的手法 一下子整齐的蛋糕糊就完成了 等放进烤箱后 就能成为喷香的蛋糕咯 哇 是地瓜耶 对 这就是我们的招牌 茶香甘薯用的地瓜 茶香甘薯 嗯 它是丹麦的吗 它其实就是包在我们的蛋糕里面 对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而已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它用了不同的糖的比例 去调配而成的 它总共有四种糖去调配 前三种糖就是有黑糖 砂糖跟麦芽糖 那第四种糖的话 就是我们自己精心调制的焦糖 哦 原来如此 是 没错 所以它算是一个蛮困难的步骤 蛮麻烦 对 因为熬煮的话 至少要超过四个小时 是 没有人为了做蛋糕 然后要等四个小时才能做 对 而且地瓜的水分好像蛮多的 所以包在蛋糕里面的话 它有时候比例调不好 其实蛮麻烦的 没错 而且它也很容易酸败 因为就是水分太高 哦 真的 没错 好 那既然你这边有地瓜的话 那我可以包什么吗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地瓜 很简单 你只要帮我们削地瓜最好 没有问题 这真的我会啦 我真的会 太好了 为了做出真正专属于本土的美味蛋糕 张千奇到全国各地 寻找出最优质的 昂心昂贝汉奇 就是想让顾客吃到满满的本土幸福美味 我们下期见 辛苦了這麼久 也該讓李懿嘗嘗看 張千奇最熱銷的兩大商品 甘薯卷和芋泥卷 到底這兩條 架槓台灣V的蛋糕卷 滋味如何呢 精采內容 廣告後與您見面 今天一整天都只吃到 火花滋滋叫 還有鋪乾起司 我明明就有幫忙做 韓吉還有芋頭 結果都沒有吃到 哪有 你聽到我的心聲了嗎 那是當然的啦 這麼好吃的東西 最佳的伴手禮 怎麼可能不給你吃呢 對 這就是我剛剛正要講的 就是芋頭之心卷對不對 對 沒錯 你看我連刀子都幫你準備好了 太貼心了 而且這個是我們剛剛才做好的 對 好 好香喔 我現在都聞到韓吉的味道了 馬上先來吃吃看 我剛剛心苦膜的芋頭之心 嚴選自大甲的綿密芋頭 為了保有咀嚼的多層次享受 張千奇刻意保留有芋頭的顆粒 讓顧客能一口氣 享受到芋泥捲的香甜與口感 吃完了芋頭 接下來就是到我最喜歡的蜜蜜瓜了 有沒有看到 光看這個蛋糕的顏色啊 非常的漂亮耶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們當初在賣這個時候 很多消費者就覺得很好玩說 欸 你這蛋糕好特別喔 為什麼這樣裝蛋黃 喔 對 很像 很像蛋黃書裡面裝蛋黃 對 我就說對我們這個是很特別的 所以蛋黃 所以客人消費者一吃的時候 他以為怎麼會是甜的 不是說蛋黃不是 它是蜜蜜瓜 所以他就一直嚇一跳 讓人家有驚喜的感覺 好 馬上來吃 口感其實滿特殊的耶 因為外面正成品是綠茶對不對 對 也叫做抹茶 抹茶跟蜜蜜瓜的結合 我真的沒有聽過耶 對 一般抹茶差不多都是配紅豆比較好 對 都是配紅豆 沒有想到它可以跟蜜蜜瓜做結合 可是其實因為我覺得你們的蜜蜜瓜 它現在吃起來的口感 就已經像我們煮得很爛的那個紅豆的感覺了 對 而且它的甜味 你剛剛跟我講說你放了四種特製的糖 對 可是它吃起來其實沒有到那麼甜耶 沒錯 它其實就是我們 最重要就是最後第四種焦糖 它可以控制前面的糖分可以減低 談到本土精神 自然是憨疾 最符合標準囉 為了完整表現含其細膩鬆軟的口感 張千奇堅持每日產地新鮮直送食材 經過繁複手續才能做出這噴香的美味 張大哥 是 除了蛋糕之外 我還發現你們有一個很讓我驚喜的東西 就是你們的蛋糕盒 你看你們的蛋糕盒 跟其他不一樣 它是這樣子抽屜式這樣抽出來一點 對 沒錯 它有變一點 如果像它抽出來之後呢 它的底還可以再另外拉出來 這是很貼心的設計耶 對 因為以往啊 如果是這種形式的話 通常是蓋子式的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拉開就會是這樣 或是你這樣子拉開 它也不會是這個可以拉出來 因為以往它就是上下蓋 上下蓋的時候就是你打開之後 可是蛋糕底怎麼拿呢 對 因為很難拿 對 如果像如果是抽屜式的話 你只要拉出來之後 再拉這一層就可以了 對 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用把它整條拿起來 然後在我們桌上都是 沒錯 這應該也是你們有仔細思考過的 當然囉 這個設計在2010年的時候 還得過獎 好看 再按一把 倒出來 一些有助於 抢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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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公司行号进入小小的蛋糕店 从业务退变为超知名的网牌蛋糕师傅 这中间经历的干苦 唯有亲身经历才能心领神会 而未来张千奇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未来的愿景我们不单单是在网牌而已 我们一定要拥有自己的黄金店面 然后把我们商品 把台湾的最道地的浓浓的本土味 把它做出来也要让它发扬广大 一讲到蛋糕大家想到的多半是欧美或是日本那种精致点心 但是你知道吗 台湾本土的韩鸡还有芋头 也可以做出很美味的蛋糕 在这个外国糕点当道的时代 张大哥不为艰难及市场走向 愿意反其道而行 活用台湾的美味 做出正港的本土蛋糕 谁说台湾蛋糕又怂又土被时代淘汰呢 相信张大哥未来也会坚信他的信念和梦想 带领台湾的蛋糕创造另一波的高峰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认识一位致力于制作优质骨的达人 看看他的骨如何击打出震撼人心的乐章 最动人的故事广告后与您见面 咚咚咚咚的骨声敲击出人们与上天最接近的声音 在中国传说中 皇帝打仗时就已开始使用骨来提振军队的士气 人称骨王的王喜坤 是如何用一双手精准地制作出各色各样 能敲出人们心声的骨呢 一个用心制作出来的大骨再加上一个用心击骨的记忆良好的团队 才能敲出那种感动人心的声音 人称骨王的王喜坤 致力于制作最能感动人心的好骨 四十年来 他从一开始什么都不懂 经过自己一步步摸索出制骨的方法 才有今日在台湾骨界的立位 不仅是国内各大庙宇 佛寺 表演团体的爱用骨 更热销至欧美 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 各位观众朋友 有没有听到我身后传来正正的骨声呢 没有错 今天又要带大家去拜师啦 今天要去拜访的这号人物 听说他制作的骨 连神明都喜欢得不得了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赶快一起跟我去会会他吧 车身顶沸马路边 坐落着一间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小工厂 一靠近工厂 就可以听见这咚咚咚的骨声 几平大的工厂里 放满了各式各样的骨 那老师傅正在做什么呢 哇 王师傅 我刚刚一走进来你们这间骨厂啊 看到超多超多的骨 有大的有小的 你们这间骨厂 看起来 感觉好像历史蛮悠久的哦 我们这间骨厂是从民国十三年到十三年 那不是从日俱时期 没错 就开始了 是我爸爸开始的 王锡坤师傅的父亲 其实就是台湾光复时期 有名的智骨师阿图师 阿图师当年看准了新庄泰山一带 庙宇活动兴盛 因此在新庄设立了这间骨厂 但不要看王锡坤师傅 这手忍的智骨技巧就产生误会了 其实王师傅现在的手艺 全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呢 当我当兵回来的时候 父亲突然心气更在往生了 那我就 那时候实在蛮 蛮就是挣扎的 那最后是想说 我就接下来这个父母工作 其实早在父亲在世的时候 王师傅就想要继承 父亲的智骨手艺 但是父亲了解到智骨的辛苦 绝非当时身形销售的王师傅 所能附和的 所以坚决不让他踏入这个行业 又有另外一位师傅说 他觉得我身体很瘦 然后技巧又没有技巧 他觉得我没有材料从事这种行业 没有技巧最重要的 我其实我以前就有在八八海展的时候 就像以前那种物料缺乏的时代 有时候会把那个骨在钉的时候 会把铁钉钉弯了 我就负责去敲 把它敲直 然后再钉上去 我想说我可以的啦 虽然我什么都不会 可是我看过 可是后来他知道说 看过和真正的从事的时候 是差距太大了 因为没有受到父亲及师傅的肯定 王师傅甚至还跑到工地去做监工 但是在家中排行老大的他 在父亲离世之后 凭着自小的耳濡目染 决定一肩挑起这间制骨厂的运作 并与两个弟弟一起努力 不只传承了制骨的手艺 还让制骨厂防阳光大 虽然过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但是就像王师傅说的一样 这些骨的声音其实都是爸爸的声音 那时候想说 以前是看过嘛 而且东西都很简单 很简单啊 比如说钉钉子啦 然后小平就觉得 这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不是当我开始趁真的 进入状况的时候 我才知道哇 糟糕 很多其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的容易 我想说我应该是做最好的东西 所以我 是用不伤彼此的方法 是用看到爸爸和师傅 你做的事情就是 起一粒滚水 起了一窩热水 然后把切割好的皮 切割好的皮啊 今天要多大的皮 多大的萨斯的骨 我们要切多大的面积的皮 切好的皮 防在水里面 放一下 拿起来 很容易就把毛去掉了 我想我这做的最简单 很贵 所以我煮了一窩热水 去的滚水了 都冒烟了 然后我把皮放下去 拿起来 哇 怎么 变得怎么回事 熟掉了 都熟掉了 整张皮都熟掉了 智骨 是一个需要大量手工 又相当繁复的一项技艺 王师傅说 要制作出一面好骨 就要从木材 牛皮 先挑好 而每一面骨 都要经过 崩骨 顶钉子 刨骨 上漆 等二十多个步骤 哇 王师傅 没想到你也会打鼓耶 我以为你只会制鼓而已 我打鼓打得不好 我只是会试音 我会试音 试音 对 主要是说我要看鼓的种类 然后调出各种适当的 最适当的音质和音量 可是我刚刚听我觉得很好听啊 嗯 好听 是每个都很好听 可是在 用在 看你用在某一个地方 我鼓要分个高音的 或者说分个比较中音的 所以这一个鼓里面 有高低音 中音之分喔 对对对没错 那你刚刚敲中间 声音好像比较尖锐 它是高音 诶 我这个鼓 其实 要做到中高音 因为它是 阵头要用的 原来 敲击鼓面的不同位置 就能表达出不同的音调 王师傅说 这是因为千斤鼎给的压力 让鼓面不太平均 因而能发出不同的音调 猫这样摸 它上面毛毛的耶 对 我们是有把那个 我们是水牛嘛 水牛瓶嘛 水牛是什么颜色的 土黄嘛 有点黄 米色 那是黄牛 黄牛 水牛应该是米色吧 水牛是灰黑色的 灰黑色 不好意思 你看到这个米色 是因为表皮 和毛去掉 去掉之后 还有稍微一点点的 对对对 还有黑毛 对对对 到时候我们会把它再挖掉 好 我觉得王师傅 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帮你磨皮 可是我觉得调音这种工作 你刚刚讲的 好像没有那么难 我觉得我应该 好像可以帮上忙对不对 可以只要有力气就可以了 有力气 可以啦 我虽然瘦 可是我很有肌肉 可以可以 你说用绳子嘛 对不对 这个绳子本来就固定好了 现在是下面的千斤顶 是 下面的千斤顶 所以千斤顶要怎么 你要去 上下 上下 对对对对 是吧 它绳子在拉得更紧吗 没错没错 拉得更紧 平就会再绷得更紧 对不对 有 然后它的声音 它就会越平整 然后它的声音会更敏锐 对对 你看我是不是很有天分 对 在最下 对对对 最下 在最下 对对对 我一直有听到那个 飙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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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是什么声音 那是皮在伸缩的声音 就是把绳子在弄几皮 把它伸缩 对对对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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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一只也可以 一只手也可以 对对对 哦 哦 李懿啊 我看你还是回家多吃一点 练一下鸡肉 再来当王师傅的徒弟吧 王师傅说 光这小小的拉绳动作 每次都至少要花上二十分钟 才能够完成 而完成一个骨 就得花上半年的时间呢 王师傅我觉得我好像太小看 调音这个工作了 等一下我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你的力气要花得越大 因为刚开始这样的时候 你好像很轻松 除了他后面绷紧的时候 他其实要需要点力气 才可以往下 没错要吃饭 我放弃我放弃我不做了 不能放弃 不能放弃我 我不能好好做主持人就好了吗 不要紧啦 我们现在调音到暂停一下 我们到隔壁我们的文化馆 去看一些我们 一些收集的啦 我们制作的很棒的一些骨 王师傅你还有文化馆呢 对啊 骨文化馆 好 那我当然一定要好好地去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种骨呢 王师傅走 我们走 接下来 就让我们深入王岐坤的文化馆 看看骨的艺术是如何无远不见 并替亏王岐坤最深爱的骨 背后感人的传承故事 精彩内容 马上回来 为了让台湾的人们能进一步吸收骨的知识 这间民国九十年竣工的骨文化馆 就坐落在工厂的旁边 里面放的骨 除了有王岐坤父亲 王阿图大师的遗作 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搜藏 王阿图大师的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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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图大师的遗作 那个表示骨 它很敏感 它骨皮它很敏感 所以我们在讲话 它会有 它音波的撞击 它会有声音 它会有声音 而且你越靠近它声音越大 对 很不容易 就是代表表示说 师傅除了它好手艺之外 它还用心地制造这颗骨 超帆耶 哇 好厉害喔 哇 这两骨骨真的是感觉非常历史 还有这个是比较差的骨对不对 对 比较差的骨 我们俩听听它的声音 好 哦 感觉死沉沉的 对 它是有声音 可是我们形容它是死的声音 你有没有认真敲啊 有啊 你看 是这样啊 我敲一下看 我敲一下看 好啊 哦 这声音是死的 对 哦 一比较 你完全可以发现 它们两个的差别 对对 其实东西就是它比较 对 比较的话它很重 你看它现在还在回荡 那个声音 对啊 哦 来 出来 弹起这些骨 王师傅立刻就变成 一个小孩斑 兴奋地一一介绍 它这些真爱的玩具 而这些收藏里 它最喜欢的 又是哪一个骨呢 像打的声音哦 对 对啊 老骨还可以这么响 就是用心的节股 自骨态度 哦 哦 这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有听到闪电的声音啊 有听到崩的声音啊 这是每一个骨都可以做出来的效果吗 哦 不一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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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好的骨 然后它把这个皮绷得很紧很紧 对 它的敏感度要够 然后就是好的骨 经过了 经历过了几年的几十年的敲打 然后它皮释放了 释放之后 我们再来敲几的时候 它很有感觉的 王锡坤师傅 为了延续爸爸制骨的精神 因此在1973年 父亲过世后 就致力于传统骨的制作 但除此之外 王师傅近年来 也致力于研发新骨 核心的制作方法 他们也一些 对对对 对对对 等等等等 真的 可是它所以它应该是阴阶鼓的对不对 对对 我设计了一套五个阴阶的阴阶鼓 他们是一组的 对对对 那上面为什么要画脸谱 我那以三国演绎 我想说以三国演绎的那种人的性格 以声音来诠释 比如说 这个是管弓 管弓的个性 感觉比较威武这样 这个 这个 曹操 曹操他的性格是带着一个 脚 比较脚 是 是 除了阴阶鼓之外 王熙坤也不断地做不同的尝试 例如 有别于一般 直接在鼓面上做绘画 王师傅也尝试在鼓上面做染色 七色 等不同的尝试 小小的黑板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做骨的进度 工厂里不时地会有来自全台各地的人来拜访 因为大家都正向搜藏王师傅的好骨 王师傅说 他的儿子近来也一起加入了这个延续传统新火的工作 其实小时候开始呢 对鼓的印象都是像庙绘那种 翘的大鼓就冲出来 好好玩这样子 到了长大以后 爸爸就是对这方面有很大的 对我的启发有很大的发想 包括艺术小鼓 那包括表演用鼓 像朱东径打击乐 幽人神鼓那些的 那对这方面我就觉得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现在就目前去幽人神鼓那边学鼓 其实我们一直被人家称为是传统产业 那我跟爸爸其实都有在努力 把它从传统产业 升级成我们所谓的文化产业 那文化产业方面算是专业的东西 每一行每一行有专业 那我们需要一些大学生设计方面的来合作 东东古音是王家传承三代的深沉脉动 这无数张精美的鼓 并藏着王锡坤对父亲的深深思念 今后也将继续流传 震撼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请大家看 孟子曾經說過一句話 大概就是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 其實工作做到一個程度都成為師父 師父你要看到師父的工作態度了 有些是緊繃著 可是他態度如果沒有很認真很仔細的話 只是一位師父而已 他沒有辦法再更精進 再更做出最好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我不喜歡做很多的鼓 我覺得這樣太累了 我喜歡做品質很好的鼓 然後那個鼓的聲音可以百年不變 這是很難 根本不可能 可是我們是站在這樣一個點 去追求我們鼓的聲音 我覺得我以後要製造出那 使一般人對於鼓 一看到我的鼓 那感覺說 哇 這好像看到一件藝術品 不是看到真的捨不得使用 啊 啊 對 一間古場兩代人的故事 更訴說著王師傅的熱情 王師傅說他看待每一個鼓 就如同一件藝術品般認真的製作 在這流行音樂當道的時代 王師傅所製作的鼓 無疑為台灣音樂注入另一道清流 不僅敲響了台灣人內心的功名 也讓世界看到台灣的用心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